大家好 我是Spark 很多人想要投資股票 但是卻不懂應該怎樣選 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懂如何看財務報表 就好像突然有人要以100萬的價錢 賣你一家咖啡店 請問你會買嗎 我相信在買之前你肯定會問 這個生意賺不賺錢的 對嗎 那我們要怎麼樣看一門生意賺不賺錢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 怎樣看懂三大財務報表 三大財務報表有哪三個呢 就是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跟現金流表 這些表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今天我會讓大家知道 選一家好公司 跟選一個好的男朋友是一樣的 怎麼說呢 今天我們如果再選男朋友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知道他的收入有多少錢 對嗎 一般的男生是不會告訴你 他的收入有多少的 但是上市公司不同 他賺的每一分每一毫都要公開在他的損益表 一般上男生的收入是這樣的 他的收入減掉他的日常必要開銷 剩下的這些就是女朋友可以花的錢 如果是咖啡店的話 那就是營業額 假設一年是50萬 這個是每天咖啡店所收到的錢 但是不是我們收到的每一塊錢都是我們賺的錢 我們買東西是有成本的 就好像賣咖啡需要用到咖啡豆跟牛奶 那我們就必須減掉銷貨成本 假設是10萬塊 這樣就會拿到毛利是40萬 但是別忘了 咖啡店還有其他的開銷 比如員工的薪水水電費等等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減掉這些營運開銷 假設總共是20萬 這樣我們就會得到稅錢盡利 為什麼是稅錢盡利而不是盡利 是因為我們賺的每一分錢是需要繳稅的 假設公司需要繳20%的稅 20萬的20%是4萬塊 扣除稅務後拿到稅後盡利16萬 這就代表咖啡店在一年裡淨賺了16萬 在這一年裡整個公司的資產增加了16萬 但是如果算到的號碼是負數 那就代表公司是虧錢的 從這個16萬 我們可以怎樣來判斷 我們應不應該買這家咖啡店呢 那就是要看到賣多少錢了是嗎 假設那個人要用100萬賣我們這家咖啡店 我們會買嗎 算一下 那用100萬買一年賺16萬 還可以啊 年回酬率是16%啊 不過這個還是要視情況而定 比如說過去的每年都只是賺1萬塊而已 剛好今年賺16萬 那可能這家咖啡店就不是很值得去買 可是如果這家咖啡店過去10年 每年賺的錢都在增加 那100萬的價錢可能就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們在照判斷的時候 不可以只是單看一年的盈利來做決定 那股票是怎麽樣看 整個公司是賺16萬 我們假設這個公司有10萬個單位的股票 那就代表一單位的股票是賺1塊6 這個就叫每股盈利 都是用錢換來的對嗎 如果不是用自己的錢的話 那就是用別人的錢了 自己的錢我們叫做業主權益 如果我拿的是別人的錢 那就叫負債 所以右邊負債和業主權益的總和 等於這個左邊的資產 假設我們放10萬塊進入公司的話 那公司的現金就會有10萬塊 那如果公司買了一輛車 車的價格比如說5萬塊 這個5萬塊就會放在資產這邊 然後我們怎麽樣買車 假設我們給的是1萬塊的頭期 那我們的現金就會扣一個1萬塊 然後剩下的4萬塊是跟銀行貸款 然後負債這邊就會增加一個10萬塊 你看我們左邊的總和 跟右邊的總和還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資產負債表的原理 最後我們選男朋友 要看的是他身上有多少的現金 他可能每個月賺很多的錢 但是可能公司欠他薪水 或者是經常有錢拿去借朋友 身上沒有什麽錢 所以公司也是一樣的 做生意有些人會欠款 我們也可以設賬先拿貨 持點再還 就造成了損益表不等於現金流表 所以很多時候 當我們把貨賣出 把盈利寄進損益表了 可是錢還沒有收到 所以我們單看損益表是不夠的 我們要透過現金流表 來看看公司里口袋到底有沒有錢 和公司的錢從哪裏來 和哪去做的什麽 現金流表有分三個部分 營運、operation、投資、investing和融資、financing 營運主要在買賣方面 比如說我賣了咖啡 收到的錢規例在營運這邊 買咖啡豆也屬於營運 投資這邊就是那些關注到投資活動 和買賣資產等等的交易 比如說我們買了一輛機車 1萬塊來送咖啡 因為我們用現金買入資產 所以在投資這邊 我們就要減1萬塊 在融資這邊是關注到公司資金的活動 比如拿貸款或者是還貸款都記錄在這裏 比如銀行借了我們4萬塊的貸款 這裏就要加4萬塊 然後我們在今年還了銀行1萬塊 那麽這裏就減1萬塊 這邊的總和就是公司一年現金的變動 我們可以從現金流表 看到公司現金的流動 前出的話就是Outflow 減 前進的話就是Inflow 加 在這裏就簡單的介紹這三大基本的財務報表 要找到公司財務報表的話 你只需要在Google那邊打公司名字 比如Facebook 然後打Financial Report 然後年份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是打公司名字 然後Morningstar Financials 就會看到Morningstar幫你整理好了幾年的報表 想學習投資每股的朋友 可以使用簡潔里的連結 申請一個Inflow的賬戶 裡面會有一個10萬塊美金的虛擬帳戶 來讓你學習操作 謝謝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到你的朋友的話 就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想看到我其他的影片 就like我的page 然後按see first 或者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謝謝大家